李明強先生 雖然《基本八法》是保障了香港人有藝術創作的自由 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但是新修訂的草案 有很多條文其實都還未解釋清楚 是令人很擔心的 如果好像副院長一樣可以站出來 可以解釋一下這些條文 相信很多人都會減低他們的憂慮 但偏偏我們在香港的傳媒 甚至街頭的論壇都沒有聽到這件事 我們便會有一個想法 這些字眼究竟是怎樣演繹呢 例如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程度 怎樣為之傷害呢 例如如果我作出一首歌 成為七一遊行的主題曲 令到全香港人都去唱這首歌 是反對共產黨的 是否損害了這個人 將這首歌賣回大陸的權利呢 這些灰色地帶 其實我們是很擔心 這個行政機構是怎樣去執行的 就是因為這些條文 有很多灰色地帶 令到這個行政機構可以互亂執法 甚至是選擇控制法來打壓自己 最終是打擊到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就好像二十三條重新的人 更加放弛 更放弛 這個行政的架構是沒有民意的基礎的 亦都有很多選擇性執法的戰力 例如合法的示威被打成商人 甚至是襲警 和平的遊行 就是講成非法的集會 甚至非法的集結 展示民主女神像 還要申請娛樂牌照 就是擺明不讓你申請到 在這個政府 我們是哪裏有信心 將這麽重要的自由 交給這個政府呢 我講的是這麼多 謝謝